法国将在今年的三月份举行市政选举 今年情人节的前一天 由于一段自卫视频和相关的暧昧信息 曝光法国执政党共和国前进党的 巴黎市长候选人之一格里沃宣布退选 此前正在忙于处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在法国问题的原卫生部长 阿尼斯部亲接替格里沃成为新的候选人 格里沃的暧昧视频和相关消息的发送对象 显然不是他的妻子 他使用的消息发送方式是选及可以消失的消息 但是接收消息的证明 年轻女子却使用他手中的苹果手机的 录品功能记录下来了一切 性丑闻 政治和隐隐绰绰的俄罗斯影响因素 去年年初黄北新的示威者曾经猛烈地冲击过 格里沃的办公室大门 当时法国的情报机构工作人员认为 针对格里沃的系列行动背后有着俄罗斯干预的阴影 因为当格里沃还是政府发言人的时候 曾经拒绝过两家俄罗斯媒体 进入总统福安利社工进行采访的请求 理由是这两家俄罗斯媒体属于国家宣传机构 而这一次格里沃的丑闻曝光者 正是一名因为政治原因而在法国进行政治避难的 俄罗斯行为艺术家帕弗伦斯基 帕弗伦斯基和他的法国女友德塔迪奥 已经因为损害他人的私生活 以及并未经过允许 便发布其他人的私人信息而受到了起诉 我们之间的登山 我认为敬佛斯元中活动 他有一个人的总体 他说他有了这样的方式 他就用了个战 他在为了帘子专门 他就用了练习玩家 就用了扇勿venth 自己的孩子作为作为政治形象 政治形象 他所示的 是一种秘密的 所有父母和父母的巴黎 我找到了这个源 不管是我找到这个源 我找到这个源 我找到这个源 我不能说到这个源 因为这个源 是我的源 我必须保护这个源 帕弗伦斯基表示 他手中还有其他人的一些暧昧视频 而格里沃只是第一个倒下的伪善者 用黄色政治网站来使那些伪善的政治家下台 是他的一个新的计划 而他的法国女友德塔迪奥 则是一个家境殷实的懂俄语的法律系的女生 虽则如此 律师认为德塔迪奥不可能是一个来自克里姆林工的间谍 我只是在这里开始 新的国家《Pornopolit役》 是我的新的国家 是我的新的国家 是第一个《Pornoresource》 在哪里可以参加到 所有的网络 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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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 因为 空三的日子 这三天的网络 这是 《Pornoresource》 它是被困的 这两个原因 是非常危险的 在法国生活了三年多 其中坐牢就坐了将近一年 在帕弗伦斯金拿到法国政治变难权之后 曾经因为火烧法兰西银行的大门和迟到商人的事件 而受到法国法律的制裁 虽然这一次隔离窝事件让法国的执政党颇为光火 而内政部长卡斯塔纳也表示 将会重新审视是否将会继续给予帕弗伦斯基在法国避难的权利 但是因为并未触犯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等严重的罪行 外界普遍认为帕弗伦斯基的争议行为 并不足以严重到使他失去政治避难的权利 不足以为帕弗伦斯基的争议行为 并不足以为帕弗伦斯基的争议行为 并不足以为帕弗伦斯基的争议行为